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有十余万人 但日军仅用四天时间就略地迁离 几乎丧尽辽吉良审 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震惊的并不是日军这强悍 乃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面对日本侵略 采取的不交涉不抵抗政策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918事变国民政府妥协不抵抗的真实原因 早在918的一个月前 中村事件发生时 蒋介石就多次电稿张学良 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无论日本军队如何挑衅 我方因不予抵抗 利弊冲突 以免事态扩大等 所以当事变发生时 热血的东北将士纷纷侵占张学良 得到的回应却是 日军此举不过寻现性质 未免事件扩大 需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于是便出现了 连日军想都没想到的一幕 还没开一枪 对方就准备投降了 而导致东北出现 这样妥协不抵抗的指示 则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过于寄希望于国际联盟 这是一个类似于 现在联合国一样的组织 它是由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支领起来 用来重彩世界上一些地区冲突事件的 当918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南京政府代表便在国联会议上 声泪俱下地空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 而且自己处于国联和平的宗旨 并没有做任何抵抗 以受害者的身份恳求得到国联裁决 并声明 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 毫无保留条件 就像一个小孩被隔壁班小孩欺负了 找班主任来告状 希望班主任能帮我打回去 但没想到这个小孩实力挺硬 人家班主任也不敢惹 就口头巴拉巴拉象征性批评了几句 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而中国政府自己既不和日本直接交涉 又不抵抗 就像受气的孩子一样 一味期待国际联盟来组织公道 所以得来的结局就是国联置之不离 日本趁机扩大侵略攻占全东北 第二则是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误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认为当时日本只是希望通过寻信来获得中方的道歉赔款等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以为你只是想打我一顿 但没想到你是想杀了我 晚年的张学良亲自也亲口承认了这原因 当时蒋介石对日妥协 也是幻想着日本能将对华侵略局限于东北地区 甚至不惜牺牲东北来换取苟案局面 以确保南京政府的统治 因为站在蒋介石的视角 北有日本侵略虎视眈眈 难有中共治匪正在逃窜 所以在918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抱着利弊扩大的宗旨 实质上是把这次事件指定一成了地区冲突事件 并未看清这是日本侵华的第一步 第三是民族大义与不顾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光荣红军 视为心腹大患和主要敌人 却把日本帝国主义列为了自由敌人 基于此就有了我们所熟悉的 攘万必先安内政策 通俗理解就是蒋介石的重心 没放在抵抗侵略上 却放在了山河统一上 918事变前夕 蒋介石调集了30万军队 亲赴江西作证 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哪怕是在一年后 东北已经沦丧 日本日益扩大清华态势的形势下 蒋介石还是在调集60万重兵 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后来张学良也实在对这一政策看不下去了 便发动西安事变 才促成了枪口统一对外的抗日统一战线 也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的暂不抵抗政策 解除了东北军的四项武装 使之面对虎视眈眈的日军 无所实施 无所戒备 918事变发生时 东北主要军政负责人多不在岗位上 如张学良在北平休养 黑龙江政府主席万福林也在北平 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祥在锦州卫富至丧 东北军参谋长荣真正在家中为父亲祝寿 基本东北处于了一个放养状态 面对日军挑衅进攻时 北大营一线士兵收到了军令时 不准抵抗 不准动 把枪放在库房里 请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 所以当日军攻势全面展开后 大多东北军部队不是不战自愧 就是必让撤退 进行抵抗的部队也是一让再让 避之不及 才让日军轻易就攻陷了了几两审 继而攻占东北全景 918事变的发生 正以为不放一枪就可以不让日军找到借口的蒋介石 怒不可遏 怒的不仅由日军得寸进尺 还有国联的袖手旁观 以为不抵抗就是上策 殊不知国联和日本其实都是蛇属于我 只不过有的披着一层狼皮 有的披着一层羊皮 而可笑的是作为当时中国执政的国民政府 却看不清哪头是狼哪头是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